大家好,欢迎来到BetaCA1 System 现在在24.1版本的安杀中 新增了一个可以处理在抽抽面时遇到有一定体积 叫后的区域的功能 可以提高用户抽抽面的效率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对于这个模型 这是它第一次抽抽面的结果 那么在原模型当中是有一些这样的尸体圆柱 以及尸体图台的 那这一结果很明显是不能够将它的厚度 以及质量表达出来的 对于这种尸体的圆柱 在以往的安杀当中 可以使用欧装神的功能 自动地将它识别出来 并且生成网格 但是对于这一类 不规则的突台 就算是用欧装神 也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 为了处理这种不规则的带有厚度的区域 我们在24.1的安杀当中 进行了更新 可以帮助我们用户 更快速地强这些网格建立出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实操一下吧 首先 我们将原始的网格进行删除 那么我们第一步 是要将这些带处理的区域识别出来 那么这个功能 是在我们的middle mesh 工具组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使用鼠标的右键 就可以打开隐藏菜单 然后 在这个厚度 的选项 我们再次使用右键 就可以将它调出来 然后我们长按这个实体厚度的按钮 选择到标记厚度区域 这样 选项卡就被打开了 那么它有两个选项 需要我们用户去进行输入 一个是限制 这个限制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模型 进行一个输入 安杀会通过这个限制 识别出哪些区域 可能是厚度区域 这个pid 就是我们要将 这些识别出来的区域 放在哪个属性下 那么 我们可以 通过直接输入的方式 前提是 我们在puberty的 在 前提是 我们在属性的列表 需要有一个 相应的ID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 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 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 英文字符的问号 就可以将属性列表打开 然后在空白处右键 就可以新建了 这里我将它们名字命名为 实体区域 然后 ID为999 我们再次双击 就可以将这个编号导入进来 再点击OK 就可以去运行我们这个功能了 当功能运行完后 我们将视图模式切换到pid 就可以看到 整个模型有两个颜色 那么这个粉红色 就是我们识别出来的区域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去手动的 将一些没有识别到 或者识别多了的区域 将它们的 property 更改一下 那么我们使用了到 是这个设置组的里的 setpie的功能 在我选好这些区域后 我中间确认 就可以再次打开 我们的属性列表 双击 我们要将它添加到 哪一个属性当中 那么这个颜色 就被更改好了 那么对于这两个圆柱体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 在answer当中 有一个自动的功能 叫做odjunction 那么这里 我们是不需要将它识别为 后度区域的 所以我们再次使用到 setpid的功能 选中这些 然后中间确认 将它添加到 我们的图示模型当中 好的 那么这一步区域的识别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进行抽中面了 我们要在middle mesh 底下使用一个叫mid mesh的功能 点击自动生成 这里有两个必须要输入的值 一个是最小的厚度 最小的厚度 我们可以通过anser当中的测量工具 在我们的实际模型当中进行测量 输入一个大概的值 我们这里输入2 然后我们还需要输入目标单元长度 它是我们生成网格的大小 我们这里使用5 那么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24.1进行的一个更新 更新多了一个选项 叫做厚度区域 我们将 这个框勾选上 就可以打开它的设置 首先 是我们生成的类型 它有y result solid skin 以及两个 结果一起 那么 y结果呢 就是 在我们 那么 y结果呢 就是用灭网格 去代替我们 这些厚度区域 那solid skin呢 就是将我们这些厚度区域的形状 用三角形网格的方式包裹出来 后续 我们可以用这些包裹出来的 形状 再生成t网格 代表到它的厚度 那么 这个就是将这两种结果 都先生成 生成之后 我们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哪个结果 才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 我们先用这个 两种结果都生成的方式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自动地就将我们 前面 识别出来的区域 导入了进来 如果说 我们需要做更改的话 也可以直接输入 或者 输入一个 英文字符的问号 再次打开属性列表 进行双击选中 就可以进行更改了 然后 我们还可以调整 网格的类型 目前支持的是 三角形和正交三角形 以及 还有一些对于网格参数的选项 那么 这些都设置好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OK 进行抽中面了 那么 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 抽完的结果 我们只显示网格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没有将原柱体 分入到我们的厚度区域当中 所以它是没有生成的 那么这两个放到了厚度区域当中的 我们就生成了三角形的网格 我们使用三角形的网格 将它的形状包裹了出来 同时 由于我们还使用了YResult的结果 我们可以打开Property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多了两个Property 那么我们可以先将 Y方式 以及我们原始模型 只显示出来 这个 就是我们使用Y方式生成出来的 周面网格 很明显它也没有将我们需要的厚度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结果进行一个删除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实体网格 然后我们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另外一种方式生成的结果 只显示出来 可以看到 该结果 是将我们厚度区域的形状 使用三角形网格的方式 都包裹了出来 那么如果这个结果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进行网格修复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我们生成的网格不太好 有一些干涉 我们需要去人为的手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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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将厚度区域的网格修复好后 我们就可以对圆柱体进行识别了 我们将解核显示出来 使用欧装省的功能 它可以自动的进行识别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紫色的高亮区域 就是它自动识别出来的区域 由于这块区域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所以我们右键框选 就可以将它取消选中 然后这里是我们支持生成的三种方式 由于我们要生成六面体网格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Solid 然后我们就点击Finish 就可以看到 六面体网格已经被生成出来了 这一块的厚度也可以被很好的表达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对面网格进行一些修复 修复好后 我们最后就可以对这一块厚度区域 进行体网格的生成了 方法就是我们切换到经典的面板下 再切换到一网格的面板下 使用Define的功能去定义我们的空腔 点击OK Answer就自动 Answer就自动识别出来了这两个空腔 我们在这里右键 点击Mesh 那么四面体网格就被生成出来了 这样一个带有面网格 四面体网格 六面体网格的 混合网格的 这样一个带有 这样一个带有面网格 四面体网格和六面体网格的中面网格 就被生成出来了 同时这样的操作在目前的Answer当中也是非常高效的 本次的演示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